在食物的保存方面 我们知道有时候 像根筋类的地瓜跟马铃薯 它放久会长牙 那长牙是说 就是有毒素产生 不能吃吗 一般我们都知道说 像马铃薯长牙 是肯定不能吃的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 一个概念就是 像长牙出来 像地瓜 常常人家问说 地瓜可不可以吃 像地瓜叶我们有吃 地瓜叶 对不对 所以地瓜长叶子 这个我们确定 它是无毒的 目前的科学来说 它是无毒的 那像马铃薯 我们就没有人在吃 马铃薯叶 所以马铃薯只要一旦发芽 它就会产生化学性的 这种茄碱的这种东西 而且它是 它的发芽的范围 还有它整个皮 都会有茄碱 那这个加热的时候 也无法把它破坏掉 所以你吃进去 就会有毒素 所以像马铃薯发芽 是肯定都要丢掉的 所以就整个要丢掉 对 像地瓜发芽的话 其实是它的甜度下降而已 那你会感觉吃起来 它的纤维比较粗 比较不好吃 那事实上它 并没有产生毒素 那还有一些水果类 它如果烂掉 表皮像一些 比较偏甜好吃的果实 像木瓜 它表皮如果已经烂掉了 或者是苹果已经有烂掉 是爸妈妈都会把挖厨 然后切片 再给小孩吃 对 其实像很多水果 特别是像水蜜桃高价的 草莓这种高价的水果 很多人都舍不得丢 对 但是我真的很建议说 这些长莓的 当然 就是长莓就把它丢弃 是最安全的 整颗 对 就把它丢弃是最安全的 比如说你草莓 你也很难把草莓切一半吧 对 像这种就丢弃 那如果 因为常常也会有民众问我说 可是我不想丢 因为我整箱的木瓜都烂掉了 就是都有一些长莓的 点状长莓的印象 那假设你真的舍不得丢 那我还是可以教一个方法 就是长莓的那一个部分 做一半 就是全部的切除 比如说木瓜 它在一个地方长莓的话 你就至少把那整个范围把它切掉 这个是比较节俭的方式 当然我还是比较建议说 如果长莓就把它丢掉了 是什么原理吗 是它菌丝 其实它的那个霉菌的菌丝 我们都知道很多 附露在空气的霉菌都有毒素 尤其最严重的是黄菊毒素 那这个毒素呢 这个霉菌会长菌丝 它会在水果的表面扩张之外 它也会往下扎根 它的菌丝会往下扎根 看不到吗 其实是看得到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 面包或者是水果 它会有黑色的霉菌 或是绿色 蓝色都有 它就会往下扎 当然你是看得到 但是如果更细的一些菌丝 我们的肉也确实是看不到 大量的你看得到 少量的你是看不到 像这个平板呢 就是充满了霉菌 对 这个是以空气落菌而已 就是一个平板 那我们把它放在空气底下 放个半小时 半小时左右呢 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然后把它培养出来 你看它这个空气里面的 弱菌就这么多 所以我们的这种海岛层气候 本身空气里面就存在着 非常多的霉菌啊 细菌啊 这些微生物 食物盖盖子吧 对 食物盖盖子 相对安全性比较高 像如果我手没有洗手 我就去拿食物来吃的时候 我把我的手摸在这上面的时候 经过培养的时候 这个我手上面长出这么多食权 在马来西亚有19岁少女网路分享 妈妈因为长期吃隔夜的剩菜剩饭 得了胃癌 体重在一年内从60公斤往下跌到 只剩下28公斤 最后病逝 在大陆的江苏也有类似案例 江苏扬州市一家三口 在一年内相继被诊断出 罹患胃癌或肠癌 浙江大学针对剩菜做实验 发现红烧肉做好 放进冰箱冰4个小时 亚销酸盐会超过大陆每公斤 不能超过3毫克的标准 如果是炒青菜更惊人 18个小时后和6小时的检测相比 亚销酸盐竟然标破443% 红烧基于韭菜炒蛋的亚销酸盐 含量也都增加 被视为是得胃癌或肠癌的关键 但台湾医生有不同看法 隔夜菜应该说 最大隐忧是担心维生污染 吃了后会吃坏肚子 蔬菜类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一样 当餐把它吃完是最好的 能够不冰就不要冰 能够把它吃下肚就把它吃下去 太阳心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